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开书 等咱们这集播完了之后啊 又得有好朋友说了 怎么又水一集视频呢 因为呀 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咱们这段书这篇幅啊 也是不长 可是我觉得呀 挺关键的 也很有意思 也是属于第四次清免战争 在筹备期间 这乾隆皇帝解决的一个问题 可是他解决的好与坏呀 还得等咱们把这段书说完了 各位老听户 您自己呀 去衡量 去琢磨去 那是什么事呢 那咱们就得呀 书接上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 就在乾隆三十三年的 四月十九日 这云南前线的二位办事大臣 行不上书参赞大臣书获得 还有呢 就是时任的云贵总督厄宁 这二位呀 联合上书 给这个乾隆皇帝建议呀 咱们呀 最好是和这缅甸人议和 与此同时呢 给这皇上就总结了四大功勉难题 那他们二人怎么就敢拧巴着 违背着乾隆皇帝的意见 敢提出与这缅甸人议和来呢 首先这两个人认为呀 自己提出的这些意见呀 都是老成谋国之计 没有私心 其次呢 又觉得自己呀 都是这皇上的近人 所以呢 不能眼睁着 看着朝廷 看着乾隆皇帝 一步一步的走向泥沼深渊 所以呢 就冒险给乾隆皇帝进言了 哎 结果呢 大伙也都预料到了 昨儿咱也说了啊 舒克德被革职 贬了一个都统贤 被发到新疆的巫师啊 去做了办事大臣 而这恶宁呢 被降了一级 倒是没发配那么远 可是啊 也不禁 降了一级 调任福建巡抚 要是比起这二位来呀 要我说 这协办大学士功 副将军阿里滚呢 哎 却要聪明的多 那他是怎么聪明呢 您接着往下听 就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六月初四 这乾隆皇帝呀 在京师就收到了一封 这阿里滚从前方发来的战报 这份战报啊 倒没什么 因为从四月份开始啊 这缅甸人已经大举撤兵了 把主力部队都撤回了 到缅甸内地 咱不是说了吗 这缅甸人呢 他没想跟这清军大动干戈 因为他觉得到最后 拼到真正的国力的时候啊 这缅甸作为小国寡邦啊 肯定是拼不过这大清朝 所以啊 别惹是自打这个 第二次青年战争收官 一直到现在 每次战役啊 都发生在缅甸地 这缅甸人追清军 追到边境 也不再往前追了 所以呢 这都六月份了 这舒克德来的这道战报啊 也没提到什么战事啊 战役啊 不过呢 有一条消息非常重要 随着这战报啊 一起被停记到京城的 还有一道文书 那么是一道什么文书呢 是一道啊 这缅甸人启合的文书 这还不算完 随着这道奏折来的 还有一道口供 有人说 这说书呢 你这段书怎么说的这么乱呢 什么叫缅甸人来的一道文书 这缅甸人来的 那必然叫国书 哎 是不是国书啊 您接着往下听 我在这啊 不好给这封书信呢 给他定个义 那咱们就先说说呀 指引上这条消息 这阿里滚说呀 5月16日 游击将军巴勒塔等押送 被缅军于穆邦扶获的贵州兵 徐尔公等人来到永昌 这徐尔昌身上啊 带有缅甸人写的一道起乡文书 那么这道口供是什么口供呢 是这个杨重英啊 以及这个徐尔公 被这个缅甸人俘虏以后 写些的字述口供都由这个徐尔公啊 带回到了云南城报 给了傅将军阿里滚 那么说这杨重英 他为什么没回来呢 这杨重英啊 他不能回来 因为这缅甸人留着他有用 这也可能啊 就是这乾隆皇帝 让这杨重英一辈子留在缅甸 永远不能踏进大清国土的原因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别急 一会儿咱们就能讲到 这乾隆皇帝 先拿起了徐尔公这份口供 这修尔公说呀 闻勉求孟博之母 不愿与天朝打仗 时常劝居一子 孟博与其下属投人等 闻大兵道来 一接望风声味 是以商议起降 其实这话 按这个乾隆皇帝听来呀 不欣欣 因为当初啊 这杨阳俊也和这个乾隆皇帝奏报 说这个缅甸要投降 就是这套话 说的就是啊 这缅亡孟博的妈妈 让这个自己的儿子早点啊 仿效这个东须王朝的旧力 向这个大清称臣呢 也就完了 只有这样的边境上 才能拥霸刀兵 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 还别说乾隆皇帝 哥我听来我都不信 第三次青年战争以前 也就是这个明锐还没到云南 没到缅甸 这洋洋剧的时代 如果缅甸人这么说呀 我想啊 这里边还能透着点真诚 以这个认怂朝共啊 来换取和平吗 可是这明锐带领的大军呢 已然在缅甸杀了一圈了 这缅甸人呢 看出来了 这大清朝 并不是想把他们打服了就了事 是想把缅甸这块土地啊 划归到大清的版图之内 所以啊 现在还别说这缅亡孟博的母亲 劝说这位缅亡投降大清 继续给这个天朝朝共啊 换来和平 就是他姥姥劝他呀 我想这个缅亡孟博啊 他也是不听 因为他自己就不确定 这大清啊 他要的是什么 我这么怀疑啊 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您接着往下听 这第二张夹条啊 就是这个杨重英的口供 这杨重英说呀 据料缅亡不杀 屡有投诚之意 且缅国各头目 剧院投诚 如成轮准 忘记拆官兵 持完钱来 该国祭办共务 潜令缅目 同杨重英 解送钱来 您瞧了吧 这缅甸人为什么 没在这次释放杨重英啊 那是因为呀 他们想让这个杨重英 充当缅方的使者 让他呀 给这个大清朝来送贡品 这样呢 就换来了和平 这乾隆皇帝呀 也没说什么 又把缅甸的这封投降文书 拿起来看了看 为什么这道文书 它不是国书呢 因为这道文书啊 它本来就不是写给这大清朝廷 写给乾隆皇帝的 人家上边坠得清楚 败书领兵元帅 也就是说呀 是写给大清朝 在云南前线的领兵大帅的 虽然呢 这会儿的缅甸 那可能不知道哎 这到底前线领兵的大帅是谁 那现在呢 这前线最高的长官呢 就是这个参赞大臣阿里滚 对呀 那舒克德跟厄宁 不是已经被革职了吗 这道文书啊 看起来也不是这 勉王的亲笔手书 是以啊 这勉王手下的一位掌事官 他的口文来写的 这文书上说呀 仙罗国 德愣国 德怀国 白骨国 伊勘国 罕记国 劫诈国 大尔国 即金银宝石厂 非刀非马非人 以及有福好善之王殿下 掌事官 那么说这个写信的人是谁呀 这写信的人呢 就是掌事官 只有最后这三个字 交代了这个写信人的身份 前边啊 都是勉王的称呼 那前边这些国号都是什么呢 这些国号啊 有的是这个缅甸国的古称 有的呢 是被这个勉王新征服的国家的国号 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个领土与勉国重叠的诸侯国国家的名号 这小国寡帮的人呢 就爱这么说 兜里都有什么呀 得抖了出来让你瞧瞧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来将通明 我是啊 这个大别列颠级北尔兰联合王国的大头目 哎 他说的多呀 就显着大 显得大了以后啊 他可能就显得比较酷 那后边哩哩啰啰的又是什么呢 这后边哩哩啰啰的 对他们这个大王美好的祝愿 哎 我们这个勉王孟博啊 您别看啊 娶的是二手媳妇 但是他却是一个有福好善的王殿下 这有福不有福啊 咱们不清楚 这好善呢 看样子是多少的 这吹牛逼了 自这个孟博啊 登基以来 四外扩张 强占他国领土啊 杀人无数 这好善呢 是不是这么解释 咱们也不知道 哎 有门说门 我这不算偏见 到现在我也是说 大清国打缅甸 不一定是正义的 但是这个勉王孟博啊 他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么说勉王的这位掌事官 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呢 人家写的清楚 拜书领兵元帅 西吴上贤之阿瓦 敬树大皇帝 仁慈乐善 我勉王 宗是距离至限 蒙刺断薄 欲气 自是商吕相通 出无仇戏 尽因木棒 满木吐刺 从中拨动 兴兵征战 致彼此损伤人马 尽特头文 续名颠幕 请雄谷礼 供赐往来 永息干戈 哎 这段文字啊 绝对是人话 透着有诚意 并且呀 讲述的都是事实 第一段啊 先回顾的两国的友好邦交 当年呢 这吴上贤撮合两国交好 这缅甸人呢 给大清朝贡 这大清国啊 回赐予这个布匹 段子 以及玉器 并且呢 这两国呀 世世代代在边境通商 无仇无怨呢 绝对是友好邻邦 然后呢 又阐述了 怎么这两国就打起来呢 完全是因为这个木邦啊 和蛮木 这两家土司 从中挑不动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虽然呢 有时细节略有偏颇 但是大致如此 就是因为这边境上的吐司啊 稀释宁人 愿做两国之臣 像这个双方大功 所以这个勉王啊 他才误会了 那你们今年 怎么没向我们交花马礼啊 所以呢 才派兵来强争 这大清国朝廷一看呢 呦 你竟然敢过境 来抢我方吐司的财物 那能不管吗 所以这双方啊 才产生了误会 这责任全在这边境上的这些 无耻的吐司 那以后怎么办呢 打今儿起啊 我们还是愿意 这个寻求谷里的 愿意啊 给天朝大皇帝朝贡 这样呢 咱们永远的和平 永远的罢兵 自此以后 这清免两国 友好邻邦下去了 完了 这阿里滚 这个密哲盒里边的所有的奏折文书 以及家条 我呀 全给您说完了 现在就得看看呢 这乾隆皇帝是如何反应了 这乾隆皇帝在养心殿里 看完了这些奏折文书以后啊 是破口大骂 言阅免贼欺我 首先说呀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是派谁把这些文书送过来的 是议员呢 大清国的降将 这文书一开头啊 先花说海说的 给我吹了一顿牛 就差呀 把你这个勉王孟博啊 这兜里有几个钢板 几个弹球都掏出来 跟朕工我这显摆显摆了 你可知朕浮有四海 这大清国有多少疆土 多少财富 看来你是想不到 并且呢 你是给这个领兵元帅 写的这一道启和文书 但是你要说的话呀 那可都是和大清朝廷说的 完全那是国书的形式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 把这封书信投递过来 你瞧不起谁呢 你既然要启祥要议和 那好办了 你这勉王啊 必须要树生归命 并且还要专潜大头目 写表前来 什么表啊 祥书顺表啊 这缅甸人的这种作为 在乾隆皇帝看来 那肾属狡猾 书难平信 最让这乾隆皇帝 不能接受的 是我一旦同意了你 缅甸的启祥 你连个使臣都不派 你竟然让一个 被俘的无品官 杨重英 把启祥的文书 以及啊 向天朝的功夫 带过来 你以为这是 往你姥姥家烧馒头呢 让街坊二白烧的手 带过来就完了 你这是瞧不起谁呢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说 险戏常事与我 聚而不许 得 投降这事啊 也被乾隆皇帝 把这路啊 堵死了 要我说这事啊 他全怨乾隆皇帝吗 不全怨皇上 这缅甸人办事 他确实是欠途 他没有个国际礼仪的样子 那么说全怨 这个缅王孟博吗 也不一定 这明锐带着兵啊 在缅甸国内一通拼杀 拉出的架势 就是想吃掉整个缅甸王朝 您还别说拉出的架势 其实啊 这乾隆皇帝 就是这么受益 这么命令着明锐的 倒其超血 尽脚丑类 还不允许缅甸人投降 这不就是要让人家亡国吗 所以这孟博啊 虽然想启何 但是他加着小心的 他不敢轻易的 往大清国派人 一旦派出一个呀 这大清国所谓的大头目 也就是他正经八板的使臣啊 他怕给扣在大清国 就不让回去了 那这岂不是 这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吗 那既然是谈不拢啊 那就只有一个打了 那咱们明天呢 就得聊聊 这乾隆皇帝 既然有了前三次 失败的教训 这次在这清免前线 是如何排兵 布阵的 拜拜 咱们